大家之前看我都是修一些名牌的硬盘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修一些杂牌的硬盘 这些硬盘呢都是有各种各样问题的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分析 小马这一个呢是无法写入数据识别慢 它是海力4颗粒 这个呢是22461N的 应该也可以直接刷固件 不过我先来通电给它看一下什么情况 看样子这个并没有短路啊 来看下一个 这个呢是一个神舟的 应该是里面自带的 这个估计也是刁固件并没有短路啊 这个我就不好判定了 它是刁固件还是短路啊 这么高的电流 待会呢再仔细看一下吧 这一个应该也是刁固件 看板子应该是一个63XT主控的 然后到SATA这一边 这一个呢一看就是黑片了 配了一个58XT主控 看样子这个也没有短路 这些呢我还没拆啊 现在让我来开一下盲盒 先看一下这个联想的 联想这个拆开以后 它是一个大螃蟹的主控 配了一个不知名的颗粒啊 这是没上电 还是进入论模式了 待会给它短接上机看一下吧 剩下的这几个 微钢 金泰克 还有明轩 金士顿 先要我把这些全部给它拆开研究研究 硬盘呢我全部给它拆出来了 这是早期的两个金士顿32G的 他们用的是GMF616主控 这个呢好像是明轩的 用的是22461N 这一个呢是微钢的 用的是小码 不知道什么颗粒 这一个呢好像是金泰克的 用的是闪迪的加2246XT 这一个呢是海力士的 海力士的原厂应该是算OEM吧 上面是全套的海力士方案 这个呢待会给它换个板子 因为时间关系 我已经把这些硬盘全部给它测量了 以便供电了 基本上都是掉固件的 重新上一下固件走一下RDT 大概率会好啊 因为大多数都是重复工作啊 所以我就拿着一个58XT来演示一下怎么刷固件好了 其他的也是大同小异 我们先短接这一个口进入Room模式 然后呢点一下这个搜索 看一下ID ID是海力士的 第一波固件刷完以后 我们来统计一下战况 这两个呢是金士顿32G的 刷入固件是没有问题的 这两个呢是海力士的 我直接给它搬板到22461N上面了 一个呢是一梯 这一个不知道什么情况 它开呢只能开到60G啊 开不了128G 好像是包那个坏块过多 这个呢是正常刷入的 这一个是群联3111 这一块呢是金泰克的 坏块过多刷不进去 这一块呢是海力士的 海力士这一个 我短接上去也没有反应啊 这个应该是板子出问题了 这一块 威刚的 威刚这一个是美光的 没有固件了 这个颗粒 然后这一块 忘记是什么品牌了 也是爆坏快过多 这一块呢是ID不正确啊 ID不正确 待会给它干一下这个颗粒 这一块是上电没反应啊 应该是供电没有出来 这一个是颗粒直接炸掉了 它是金士顿的 ID识别不出来 先来干一下这个2246配海力士颗粒的盘 主控和颗粒干了一波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哎呦 这ID依然是不正确啊 估计是这个盘的板子 或者是这个颗粒有问题了 第一批的固件 我已经给它刷好了 上面刷的全部都是RDT固件了 跑RDT只需要找一个硬盘盒 然后插上电源 它就会自己测试了 第一批送去做质检后 我们继续来第二波 这一个呢可能是板子有问题 这一个呢是坏块过多 因为固态上开卡 要求比较严格啊 坏块过多 它可能就开不出来了 所以我准备把这几个颗粒干下来 直接贴U盘 看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骂我 这种是奸商行为了 其实说白了 在小厂制生产的时候 他们肯定也是这么干的 只不过他们干的更为极致 工厂原则嘛 能不浪费 就肯定不会去浪费的 毕竟我也是受人所托 垃圾老原则 又不是不能用 第一次测试下来 这几个盘呢 是可以轻松通过的 不过海力士这个U盘还有固态 在第一次测试的时候 就轻松翻车了 所以我又把海力士的 这一个固态 开成了SLC模式 但是在SLC模式下 依然是不通过的 这没啥好说的 垃圾桶件 海力士芯片的这个U盘 我在第一次测试的时候 它是提示有坏坏不通过 但是后面 我又多测了几遍后 它就恢复正常了 应该是这个芯片放了太久 没有用漏电导致的 给它预热一下 充满电以后就正常了 但是这个正常 它能维持多久就不得而知了 从企业盘上面拆下的 这几个海力士颗粒 虽然都是同为16纳米的MLC 但是它们却可以 一次性通过测试的 这就是传说中的 消费级与企业级的 大型双标现场吗 我们接着来看 梁星响这一块 这一块盘呢 它是供电没有出啊 我们先来量一下 它的供电跑到了哪里 5V主供电输入是正常的 但是经过这个5V以后 后面这些电杆 好像都没有电了 所以我又对着这个板子量了很久 这个5V电压 好像就输入到这一边就停止了 正常来说 这里应该还会有一个三级管 或者是电源转换芯片在上面的 可是这个板子 我刚拆开的时候 这一边呢 就是空溜溜的 这个焊点看起来 也不像被干过的样子啊 我们知道 近两年芯片呢 是水涨船高了 有可能联想的工程师 在设计的时候 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 所以这一个5V的转换芯片 就干脆不设计了 直接来了一个空气转换芯片 这个芯片呢 非常厉害啊 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以我这种三角猫功夫的来说 自然也是找不到的 以上都是我瞎编的 因为这个5V最终到了哪里 我是真的找不到啊 不排除它们之间板层 是通过走线 走到了哪个芯片上 做了一次偷偷转换 然后这个板层之间 因为某种原因断线了 导致我没找出来 所以废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来干颗粒 现在让我来检测一下这个颗粒 希望这个颗粒不是空气做的 哎呦 这个颗粒也炸掉了 上面全是零啊 这些通道上面 正当我要把这些盘 丢到焚化炉里面 锻炼一下的时候 结果又来了两个盘 这是一个金士顿 还有巨宝夹的硬盘啊 我们来擦一下这个巨宝夹 看一下它里面是什么主控的 说实话巨宝夹我是第一次插呀 技嘉这个盘拆开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群联的主控 配了8片的大S颗粒 大S颗粒也是美光生产的 而且这个颗粒还是AS级别的 根据官方描述 它是可以无限接近于原厂正片的 这两个盘其实没啥好说的 直接刷个固件 我觉得大概率会好啊 最后我们来给这些盘做一个铁板烧 时间不用太长啊 10分钟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模拟一年的老化吧 一年的老化测试我已经给它全部做完了 加上后面过来的这两块盘一共是17块啊 大家猜一下最后存活下来的有多少 下面这些呢是存活的 12345678 一共修好了8个啊 刚好一半 这些盘我已经维修了好几天了 加上成本时间这一些 这次我肯定是要做归本维修的 好了不说了 因为刚刚又来了两盒满满的垃圾 那么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我要给另一位老哥去洗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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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